HELLO 大家好 我是最近是上場好多貓的冰的 這波寒流真的是給蠶食官帶來各種甜蜜的負擔 嚴重影響我的剪片效率 那本集又是大家最愛的歡樂時光 來看看臨近過年前 各種必須靠業配 才會有人推薦的必玩樂門大作 至於有些盜版未授權的新世界冒險跟通靈王之類的 我就不多說了 這種每年都有N款出現 但還是會騙到不少人上當 畢竟這裡是詐騙橫行的鬼島台灣 確實也是不意外的不意外了 那第一款魔王與勇哲 帶來以上又是我們的老朋友 义亨 看到他就知道 有人躺著賺錢 有人被割到爛 上帝是掛在一間Dustin Mutual下面 這間去年還找胡宇薇代言了一款鬼舞三國 在去年的5月上架 也找了不少網紅來業配 不過嘛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遊戲目前也早是半死不活了 不用找大師掐指一算都知道 驚人大概是準備收攤了 當然死前肯定會再撈一波的 才能高歌離席啊 或從遊戲官網的資料查一查 就會找到他的另一個身份 沒有玩忽於 前年還重新買一款 才死掉沒多久的 蒼穹幻夢 換名成萬靈召喚師上架 結果才半年後 又葛屁了 而這些廠商用這些無良做法 肯定不會是一次兩次的 順手回頭一查 果然啊 本次遊戲就是曾經由佩宇蘇衛代理 於2022年8月上架的 《孤島三人行》 但也早在去年的1月16號就光榮退伍了 不過答辯嘛 不管是熱的還是冷的 對於韭菜 都是香的 很多人從來也不會去管這些 不然我們也不會有這麼多樂子可以看 該遊戲1月也存在其他國家上架過 但在10月也是宣告官服了 這種遊戲其實也不用多介紹了 會在這種時間點上架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單純來賺過年酒錢的 而且官方也很敢講 什麼2023年新春測試以來 你F Brandさん Individual 今年才開的 機票啊 給我滾去火葬場待命 再來是小小斗羅 台灣代理商杜衣科技 google上的也是掛在絕妙遊戲下 他也是老朋友了 過去不管像是透過GMAIL 橫映文化 文部數位等 代理過很多的遊戲 但10節背後都會來到三七戶宇 也是在中國家用戶宵的 買量大亨 之前也講過不少款他們家的遊戲 像凡人修倩專M 空之曜賽等 去年8月他們靠一款低成本的砍速遊戲 小妖問道 直接把台灣韭菜割好割滿 還是要說啊 台灣人真的是太好拿捏了 但他們的遊戲也有個特點就是 開副有多熱鬧 後面就有多淒涼 未來有機會可以盤盤他們的一生 跟模塊遊戲比 我相信是指強不弱的 而實際上這款遊戲 就是來自微信上的小遊戲 不過就是把玩法從砍樹換成打鐵 本質上並沒有任何的差異 但也都是在中國大眾市場驗證過 榜上前排有名的古王 而這個遊戲可以規避審查 直接上線 並且透過販賣廣告來變現 已經成為新的市場封口 根據中國2023年的遊戲產業報告 這類遊戲的市場收入 對比去年增長了3倍 暗中中國廠商過往跟風逐利的作風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這類產品輸入台灣 而且它就算是個包裝廉價的玩法好了 但依照台灣人目前還是善良好拼的尿性 這次肯定還是會被廠商輕鬆拿下的 先提前向廠商說一聲 恭喜發財了 而且這類遊戲從來也不會隨著罵聲減少 反倒會越來越多 除了遊戲本身 跟短影音生態有極高的契合度 這些廠商真的是非常擅長推廣垃圾 能打到的目標用戶 普遍也是對遊戲的品質要求不高 只要能動就行 最好還是自動 最重要還是看能否滿足自己的客金慾望 就說換成什麼蠶屎 搓氣球、釣魚 各種臭魚爛蝦的題材 我敢百分之一百肯定 還是會有人傻傻往裡面客金 下一款 萬妖領域 代理商是卓越網路 目前旗下比較有名的作品 就是去年剛從曼巴戶嶼轉移過來的 三國沙鳴醬鑽威力加強版 而這間廠商實際被亨的我們公司 為中國的創家控股 旗下最有名的子公司就是 尤卡網路 也就是創造三國沙IP的始桌俑者 而台灣三國沙鳴醬鑽 公王底下用的LOGO 也能在大陸的商標申請中找到蛛絲馬跡 所以基本可以佐證這間卓越網路 就只是先跳板 那最早這個三國沙的IP 在海市桌圍的時候 口碑還算非常好 但自從進軍網路市場後 再陸服的口碑 那是一個招啊 不只B站的評分非常的精彩 即使轉換戰場上架Steam後 也還是被來自中國的玩家 賦予版本的祝福跟關愛 幫他獲得最差遊戲的榜首 但這種重課金的PVP遊戲 總是能很好挑起盤比心 即便再爛 還是會有人願意買單 每個月依舊賺好賺滿 那本次遊戲是有卡開發跟發行 於2022年底上架陸服的自在西遊 但這款在陸服已經是量到不能再量了 這次選擇推出海外 也不過只是狗言殘喘 最後收割吧了 而遊戲開頭可以看到一個經典的大量滾服操作 不用猜都知道 這種遊戲就是專門服務於PVP而生 而且玩法就是非常經典的數值卡牌 也千萬不要被前期的PVE包裝劇情給騙了 如果用我以前比較熟悉的遊戲來對比的話 就是那款一拳超人最強之難 玩過的觀眾應該就非常好理解了 這個遊戲很快就會故意被用戰力來卡主線 然後每天就是在競技場跟別人鬥來鬥去 在排行榜上整個你死我活 用戶必須隨著版本抽卡 不斷用課金來換數值提升 否則就是準備被屌打 成為別人的遊戲體驗 那但凡只要你在手遊圈走跳久一點 學費多繳幾次以後 就能免疫真的遊戲了 這也是過來人血淋淋的經驗談 而且這款遊戲 處處充滿各種半成品的感覺 除了戰鬥跟劇情有配音以外 其他像消紅點接任務或者升級 連個音效都沒有 外加遊戲本身除了依靠西遊題材以外 並沒有任何特色可言 而且各方面的品質都顯得非常落伍老舊 就不說現在了 連早幾年的放置遊戲都打不過 也難怪中國用戶都不買單 顯然賺了錢並沒有花在刀口上 至於其他什麼垃圾禮包 我也懶得數落了 看FB這種關注度 大家很快就會面臨官服的命運 不過畢竟是在過年檔期開馬 應該是不會比去年一個月就關門大集的 公主別這樣還快吧 但可預見的是 隔壁的打鐵小遊戲肯定是銀麻了 再來就是廣告打很大 但幾乎沒有遊戲畫面的窄妖 台灣代理商一樣是一亨 Google商店是掛在eSky放下面 那eSky放應該不用多說了 除了專門代理爛遊戲以外 高素材打廣告也是基本操作了 有印象的觀眾應該也聽我講過 當時這廠商還跑來檢舉我 做黑心是還怕別人講 根本噁心至極 而這次找來的藝人丞翰臉代言 不要重點藝人代言 那這款肯定必玩了嘛 不過既然要扮演空勳公子的話 不是應該找羅志祥更搭更還原嗎 還是代言費用太貴你們請不動 應該不會吧 你們最大本事就只剩下打廣告啦 這都不行了你們還能做什麼 而且真的拜託拜託 不要拿這種答辯遊戲 去連動周星馳的電影 一句話你們不配 而這盒遊戲其實就是分隔國際代理 去年3月開服 然後7月就官服的河洛幻想 後來還改名成河洛仙淵 短暫出現過一陣子 那時候的代理 就是本次的一亨跟Eats開放 現在去Eats開放的官網 還可以找到當時河洛仙淵的職業介紹 這邊直接拿斬妖官網釋出的人物圖 對比當時河洛仙淵 除了中間多了個新人物以外 根本原汁原味毫無區別 再來比對官方廣告有釋出的遊戲圖 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可以確定他們是同款遊戲了 而且這種操作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幹了 當時九州幻想M 也是等別人官服後就改名十字約上架 而十字約經過微調整後 就變成後來的神機血無者 所以這間廠商 除了是不會開發遊戲以外 還總是把答辯重新拿出來包裝的慣犯 雖然講歸講啦 但我相信開服的時候 還是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吃下去 但當時遊戲為什麼會光束官服 難道僅僅是因為廣告打的不夠嗎 當然不 單純就是這種品質的產品 就只有這種短期的壽命 就算你可以靠精美的包裝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但垃圾 總歸是垃圾 跟不上時代就是會被淘汰 後面就不多說了 感興趣的就自己去找河洛仙人的相關介紹吧 最後一款 雲與水之歌 這款真的很可惜啊 我沒有找到完美對應的遊戲 畢竟這種沒有賣相遊戲 如果拿出來 肯定就是勸退居多啊 必須在上線前查好查慢 而且現在透過AI技術 可以掩蓋很多細節 在尋找跟變色的難度上都提升不少 外加這種遊戲在中國通常都是沒有綁號的 構成遊走法律邊緣 不是突然關服就是要進什麼老鼠會才能玩 但我實在沒興趣 為了吃這座答辯還煞費苦心 反正他都快攻測了 到時候各位再自己去品見吧 那台灣代理商 又是義亨 雖然改成了喬威數位 但查一下就知道 是同一個負責人 根本就是眼耳道靈 Google商店是掛在Flyfunk下面 就是前年9月推出《諸神紀元》的那間 而那款遊戲在去年8月也早就官服了 我在當時也推測 這個廠商背後應該是非由互動 後來對比找到了中國自媒體的文章 基本上也可以確認我當時的推斷是無誤的 甚至包含之前那款林志玲代言的天命三國志 也是他們家發行的 而透過官方廣告有露出的簡短畫面 我有找到類似這款內容的遊戲啦 基本上就是透過同模組去客製化的版本 但不管怎麼樣 我相信他跟我介紹的任何一款圖文不符的MAO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廉價換皮自動掛機的低能產品 單純就是為了全一波快錢而生 甚至也不能叫做遊戲了 只是設計來為了讓你輸入卡號的軟體罷了 但我相信韭菜從來不在乎這些 結論 龍生龍鳳生鳳 垃圾廠商 紙配打洞 什麼代理商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 千萬也不用指望他們突然向上悔改 好幾年前就在代理這些低廉換皮了 如果能改早就改了 雖然不少人討厭這些廣告 但其實我們反倒要感謝他們 在你選遊戲充滿困惑的時候 就是去看看這些遊戲 會不會在某些特定頻道出現 以及是不是有熟面孔來業配 以這樣的繁殖標去篩選 通常100%不會出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成功一下 同樣 雖然 純 純 沒有 可